女人抓起地上的热箱 放进黄色塑料袋里 然后用双手慢慢捏碎 仔细地涂抹在自己身上 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 因为只有这样 她才可以活下去 随后 再用瓶子接点自己的血 来到互联网跟前 拿出9块9的MP3 绑在上面 接着再打开MP3的外放 从包里取出瓶子 把欧景雪淋在上面 声音配合着血腥味 就可以引来周围的丧失 我的天呀 没过几秒 二岁就听到了可怕的声音 随后 二岁急忙拿枪 穿过树林 二岁这样的做法 只是为了搜寻物资 来到屋子里 她急忙打开冰箱 食物腐烂的味道 差点让二岁远了住来 幸运的是 二岁在厨房里 收到了一些食物 可就当二岁离开时 一个不小心 把铁桶踢倒在了地上 发出的声音 瞬间引来了一群丧失 没有办法 二岁只能闭着眼睛逃跑 可就在转过铁网时 肚子不小心被划了一个口子 如果这样下去 血腥味会引来更多的丧失 为了活命 二岁只好丢下物资 轻装穿过马路 抱起一桶尿液 就倒在了自己的身上 尿液的香味 让二岁暂时躲过了一间 接着 二岁拿出一根钢针 忍着疼痛把伤口缝合了起来 正是这个丧失横行的世界 让二岁学会了坚强 二岁原本有一个孩子 而这十分的乖巧可爱 一点都不嫌弃 满脸是祥的二岁 可就在二岁寻找物资时 碰巧看到了一只丧失 正在跪在地上进食 二岁二话不说 上去就是咔嚓一枪 血尽了二岁一身 但是二岁并没有发现 而就是这一滩血 彻底要了孩子的命 一只丧失正在吃着大餐 二岁拿枪慢慢走了过去 枪口瞄准丧失的脑袋 咔嚓就是一枪 鲜血进了二岁的领子上 可他并没有注意 则是用毛巾 仔细地把喷子给擦了擦 随后回到车子 急忙报起正在哭闹的儿子 开始哄了起来 突然 二岁看向孩子 神情变得十分紧张 孩子的嘴上 被蹭上了丧失的血 这一下 二岁慌了 没过多久 孩子肚子上就出现了红斑 这正是变异前的症状 二岁急忙用105度的热水 给孩子进行消毒 可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就这样 二岁整整呆坐了一天 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把一颗安眠药全部捣碎 然后放进水里进行搅拌 给孩子喂了下去 也许这一刻 你可能会觉得残忍 但是为了不让孩子受更多的苦 他也别无选择 这一次经历后 二岁变得十分坚强 饿了 就把虫子放在饼干上一起吃掉 虽然味道并不是很好 但是总比饿死要强 这天 他寻找物资时 居然遇到了两个人类 他们掀开肚子 向二岁证明了没被感染 二岁这才放下了戒备 这一下 二岁总算有个伴了 生活也变得不那么无聊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二岁和大壮走得越来越近 这让一旁的女儿吃起出来 他怕唯一的亲人 被二岁抢走 这天 小美独自一人散心时 不幸碰到了一只丧尸 小美刚走进树林 就碰到了一只丧尸 丧尸敏锐的鼻子 瞬间就看到了小美 只听一声尖叫 两人急忙朝山上跑去 慌忙中 二岁忘了带上子弹 如果不是大壮及时赶到 小美可能就要去球了 可上只转头攻击起了大壮 二岁见状 拿起枪对准了丧尸 时机紧破 二岁用枪屁股救下了大壮 然后大壮拿着枪 像疯了一样 解决掉了上师 由于营地周围出现了上师 他们只能选择撤离 可现在急缺物资 没有办法 大壮挺身而出 用刀子划破自己的胳膊 站在田往跟前 来充当诱饵吸引上师 而二岁两人 则趁此机会翻找物资 可没想到 二岁刚拿完物资 准备出门时 等他再次醒来 已经被小美给绑了起来 随后 他取下二岁的口罩 小美的叫声 很快就会引来一大批上师 小美走后 二岁争夺省次 急忙在自己身上 到了大量的巴士 然后钻进冰箱 躲过了一截 等外面没了动静后 二岁才慢慢打开冰箱 拿着喷子走了出来 而另一边 小美已经来到了大壮这里 可他忘了用尿液 清理身上的气味 导致大量的上师追了过来 大壮健壮 让小美躲进车里 自己和上师打了起来 看着眼前同时被攻击的两人 二岁犹豫了 因为此时的他 枪里只剩下了一发子弹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二岁居然选择了小美 只有二岁知道 在这个上师横行的世界 活着比死了还要痛苦 他的目的 就是让小美一直痛苦下去 这才是最残忍的惩罚 七七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